就比如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啊 我捏着鼻子再去喝咖啡 我是喝不出来有香味的 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样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又小看 那前段时间呢 我去了一个这个咖啡节啊 然后看到最近满火的一个咖啡品牌 三顿半 那我就买了一些喝了喝 那今天呢 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三顿半的咖啡 闻起来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感觉好像每个味道都一样 闻到最后两个之后呢 味道可能稍微深一些 我们下期再见 首先我想说一下这个价格 它的每一个小罐子平均的价格在7-8块钱左右 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有点贵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就是我们拿胶囊咖啡为例 市面上常见的品牌 像Nespresso Eli Lavaza 像这三大品牌 它的每一个胶囊是平均在4块钱左右 所以说在价格方面 这个小罐子它足足比胶囊咖啡贵了一倍 另外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便利店的咖啡 我们大家常去的全家 全家的美式咖啡才10块钱一杯 那罗森的美式8块钱一杯 那便利店的咖啡都已经低到8-10块钱了 那所以说呢对于三顿半的这个速容咖啡的价格 那大家自己自行判断了 另外啊就是对于我一个平均每天喝3-4杯咖啡的人来说 当我第一次喝到这个咖啡的时候 那第一次入口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味道还算比较真实 那但是当我喝了两天三天了之后 我发现这个咖啡它不可能成为我每天都要喝的东西 因为我发现虽然它的味道啊和现磨的咖啡啊 是有一定的相似度的 但是它缺少了一种满足感 那是什么满足感 那说到这里我要普及一下这个咖啡的基本的感官品鉴啊 就是当我们喝到一杯咖啡 咖啡进入到我们的口腔里面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的舌头不仅能够品尝到咖啡的味道 同时啊就是鼻腔也能闻到咖啡散发出来的香气 那咖啡能够散发出来的香气啊高达上千种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喝到好喝的咖啡的时候 能够有多重的这种感官感受 这就是我们口头上常说的色香味俱全 就比如你在吃火锅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的感官啊 它同时被食物的色泽 食物的香气 食物的味道 以及麻辣的触感 它同时所包围着 这就是所谓的这种多重感官感受 那我们口腔能够品尝到的味道啊 世界上目前公认的有酸、甜、苦、咸、鲜这五种 那其余的要么是属于触感 就比如辣 辣就是属于触感 药就是属于香气 那咖啡它本身就能散发出来很多的香气 我觉得我好像又有点扯远了 OK 那回到正题啊 就是所以说那当我喝到这么一杯咖啡的时候啊 我知道这是一杯咖啡 但是我总觉得好像是就是哪里少了一点满足感 没错 那缺少的就是咖啡里边挥发出来的香气 这就是对于我每天都喝羡慕咖啡的人来说啊 就是当我喝到这杯咖啡的时候啊 我仿佛像是喝到了一杯就是假的咖啡 当然啊就是我说一说这个咖啡的优点啊 它也是有一些优点的 如果我们出门旅行 在火车上飞机上 那在这种特定的场合是比较方便的 随时一杯水加进来 它就可以喝 那另外呢 它的这个包装啊 设计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蛮喜欢它这样的一个设计的 那总体来说啊 就是这个品牌的理念 设计 那这两个方面我非常喜欢 那但是回归到这个产品的本身啊 就是这个带号码的速农咖啡 让我每次尝尝鲜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那但是如果要让我每天都喝这个咖啡 我可能接受不了 不过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那每个人他的需求点都不一样 那如果你真的对咖啡的口感啊 没有太高的要求 而且追求方便 那这个咖啡还是能够满足你的需求的 OK 那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 莫 Albert 毕 麦总 这一期 你觉得他们的这个咖啡怎么样啊 我 我比较喜欢喝一iyim 我比较浅舞一탕 嗯 最主要是你喝 平时喝这种腺末的咖啡 喝习惯了 对的 就比如我天天啊 我自己喝腺末的咖啡 再让我们喝这种素容的这种 就算是这种他们叫精品集容咖啡吧 还是有点不太习惯 但当然这个也要看人群了 像是一些普通的消费者 他没有对咖啡的口味有太高要求的 他们也能接受 然后呢不讲究味道 携带方便 看起来包装也蛮漂亮的 我蛮喜欢他这个理念的 以及设计 剖开这个产品本身 它的理念真的非常好 它缺少了香气 就比如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 我捏着鼻子 我捏着鼻子再去喝咖啡 我是喝不出来有香味的 我只能喝到咖啡的味道 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样 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你能喝到吗 咖啡的味道 对就比如这个味道 我刚才捏着鼻子喝的时候 我只喝到了酸甜的味道 然后呢咖啡的味道是完全没有的 因为我们舌头感知到的味道 就只有酸甜苦咸咸 这五味道嘛 是吧 抛开这种香气不说 只有这五味道能在你口腔里边品尝得到 这五味道能在你口腔里边品尝得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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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